OK 好的 那個我那天講喔 麻煩你回去把 讀習完 預習完 預習完了嗎 第一張我上學期 我講到第一張 氣圈的第一張 氣圈的第一張 沒有講完吧 但是我們上禮拜把一支都講完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 講那個 從129月128月開始講了 上禮拜我們最後講到比熱 記不記得比熱 有 比熱高的是什麼意思 比熱高 不容易改變溫度 不容易改變溫度 得到能量之後不容易改變溫度 比熱低 容易改變溫度 所以呢 假設這邊是陸地 這邊是坦 我差點照下來 大白天太遠照下來 哪邊溫度比較高 陸地 陸地溫度高 陸地溫度變高了 上面的壓力變 小 小啊 為什麼變小 膨脹然後 密度變小 密度變小 因為密度變小 所以壓力變小 所以壓力變小 那這邊海上呢 壓力會變大 它不會變大 它也會變小 所以它變 對 橡膠之下 它的壓力比度力大 它變得比較慢 我們剛講的 溫度決定的這些東西 它溫度地 溫度變得很快 海上的溫度變得很慢 所以海上的溫度 又變大 變高 它的壓力 有變 變大了 有變小一點 壓力有變小一點 如果溫度變高 密度變大 密度變小 密度變小 壓力變小 但是它小的 比度地小的 慢 所以相對來講 暗比較高 它相對來講 比度地高 對吧 吹什麼風 海風 什麼在西南風 西南風是什麼來的 巨族劍 對 路風 它吹海風吧 它吹海風吧 壓力大啊 壓力小啊 壓力都是 風都是從壓力大 往壓力小的 就這樣吹的 對吧 對不對 對 好了 到海上 到晚上 解釋一下 晚上怎麼辦 相反 為什麼相反 吹路風 吹給我看啊 吹給我看 怎麼推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那個 海江溫出路比較快 海江溫出路比較快 然後 是這樣嗎 土路地的江溫出路比較快 吹路利的江溫比較快 對 在獨立的江溫比較快 對 所以 船測下的壓力都不厲害 第一 第一 我們推太快 江溫比較快 然後 降溫比較快 說 迷路變 沒有變 大 迷路變大 所以压力变 所以压力就变得大 压力就变得大 那这边呢 压力变得没有那么大 压力变得没有那么大 压力还是有变大 因为温度还是有下降 温度下降一点点 所以密度升高一点点 所以压力升高一点点 所以压力之下谁的压力大 有压力大 所以吹童风 吹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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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让我再想一下 我在讲的东西都要有区域性的环流 你看这一张 这一个小节很简单 你教你区域环流 什么叫区域环流 就小区域 你看海边你可能感受到海风陆风 我如果在山西这边 我会感受到海风陆风的差别 不会 就差一些没那么大 咱们要不要看到127页 127有讲到一个东西 那天陈玉有看到美良教练 美良教练知道吗 美良教练他带一些学员去爬雪山做雪训 他下山的时候就看到陨方的地方山上 就有云瀑 云瀑 什么是云瀑 是云的瀑瀑 很像瀑瀑的云 云流动很像瀑瀑一样这样流下来 那实际上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是山 云就从这边掉下来 这样掉下来 怎么这样撒下来 而撒下来之后呢 这样滑下来之后到这边不见 这个云到这边不见了 就被痛了 陈玉问我说 第一个 有没有那么快了吗 第二个 为什么他留下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留下 到这边就不见了 因为温度病倒了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 这个云为什么要留下 因为缝 为什么要缝 因为背后应该 那个什么 那个 下坡缝 为什么会有下坡缝 因为夜晚 其实不用到夜晚 用到夜晚 当你没有照太阳的时候 就 一样是白天 但是太阳照的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或者是到 因为他是一个平衡 你阳光照射比较弱 可是我辐射得很快的时候 我无分之外就降很快 对 好 然后呢 然后为什么 我也会嚇死啊 然后 然后他就会原浮风往下 下坡缝 对 因为呢 高山这个底 这个地方 他热浮射得很快 晴空管理的时候 热浮射得很快 所以他温度下降 温度下降 为什么事情发生 温度下降 密度变高 温度下降 密度变高 压力变大 所以他会 往低 他往下推 往下推 第一个 第二个 温度变低 还有一个事情发生 那个 飽和 空气 对空气就飽和了 飽和的时候会怎么样 斜出水珠 斜出水珠 云就跑出来了 云就跑出来了 这之后云会出现是因为 温度降低的关系 所以他就跑出云 就看到云了 云就看到了 那云看到之后 就让风往下推 云就掉下来 那为什么掉到这个地方 云就不见了 等一下 湿气很低 温度很高 湿气很低 好 温度很高 温度变高 湿气变高 湿气变大 第一个 先解释为什么温度会变高 温度变高 因为我身上没有温度很大 太阳温度会变高 太阳的热能也这么快 但它本来度度就比较高 这第一个 但是影响很小 好 第二个原因 只有影响 影响很小 沾的比例很小 第二个原因 比太空比较远 比太空比较远 因为上去不是我来说 零地面越远心 就零地面越远 对啊 这个同样的 这个影响很强 有影响很强 还有 还有呢 尺寸进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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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尺寸进一边 尺寸进一边 尺寸进一边 下面尺寸进一边 比较低 下面尺寸进一边 下面尺寸进一边 下温度高 温度高 温度高的原因是什么 刚刚自己讲了两个 但那次变远都不是很大的 第一个是 反而三下 就比三浩 温度高 好 这个影响很小 还有你刚刚讲的原因是什么 就讲这个 这个影响很小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上一边讲说 那个之前没有听到 你们两个都没有听到 我们上一边讲 空气会自然向上膨胀 向上升或下降 向上升的时候 空气会怎么样 会改变温度 为什么会改变温度 因为它是那个 压力改变 压力改变 然后呢 压力改变 然后呢 压力改变 然后呢 压力改变 然后它就 在空气 在比较地面的地方 跟它往上升的过程当中 这空气是膨胀还是收缩的 膨胀 膨胀 为什么膨胀 因为地表 比较热 比如说应该 比较膨胀 因为 压力小 压力小 这个问题我们在推倒的过程当中 诶 总演 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如果是 我们如果在一般学校可能是这个 你就把他背起来 我不用跟你推倒 你就把他背起来 可是推倒的过程 好处是你会自己记起来 你要想看 请问 这是空气 这边的压力大 还是这边压力大 下面压力大嘛 我们在学水压的都记不记得 水的压力是不是跟深度有关 没错 对不对 跟深度有关嘛 越深的地方压力越大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上面这么多的空气压在你身上 这边有一点点空气压在你头上 所以这边压力大 比这边小 好 那你看空气 从被压住的状态到上面压的比较小 是否自然让你有膨胀 你看 空气膨胀 吸到一方的 空气膨胀 吸热 对不对 有没有经验 有没有经验 空气膨胀会吸热 有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 当然有经验 华士怎么样 华士管重 有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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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智姐的分享这个经验 你有感受过吗 我有小时候会玩 就是那个瓦斯管 就是压力伸出来 然后咧 然后做一个经验 对 朋友当时讲你有听过吗 你是运动员 你应该看过 人家冷却空气怎么做 他不是放一台大 他不是放一台大 他放一台大 他不是放一台大 他不是高在空气 里面高空气 身体有些放冷媒 就是他给容易吸热的 但是 你用高空就可以了 高空气吹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降温了 基本上 他就是从高压到低压的过程 他就在降温 你这边受伤了 撞到扭伤了 很简单 开始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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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 冷冻可以 冷冻可以 不会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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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 你譬如扭伤了 或是运动 运动受伤了 第一个事情 他要先喷一下 让你先降温 就跟压冰块一样 要先冰箍嘛 我不知道 不能泡温泉 泡温泉 泡温泉要隔几天 不能泡温泉 因为你那时候受伤了 你肌肉受伤到里面内出血 你去泡泡温泉 他就快加速流血了 可能就回局快了 他每天要走 他就肿起来 肿起来之后 他就没办法再 就更难 更难消肿了 我觉得好像是说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太冰了 就是要 就是 就是不要让他写太快 ok 然后 他写的 就会把人家做了 都泡温泉 就会让他太丟 ok 没错 好 大家再想一下 想一下 好 所以来了 空气从这边掉下来 从这边流下来 好 压力变大变小 大 变大 变大 变大是怎么样 变大听觉怎么样 密度会变小 大 你往压力大的地方跑 当密度变大 越变大 这空气是被压缩还是被膨胀 从这边掉下来的空气 是被压缩还是被膨胀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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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会放在来的吸热 吸热 吸热 放热 嘿嘿嘿 好 什么是吸热 怎么放热 他会等到热 或者他不会等到热 好 那你为什么当做吸热 嘿嘿嘿 所以你感受到他往下压缩的 你把空气压缩 他变热 还是会变热 压缩 压缩 变热 变热 有经验吗 气球 对嘛 我们打轮胎 或打空气泡 打了半天 为什么里面变热 因为空气压进去了 空气被压缩了 空气被压缩了 放热 OK 所以是空气 从低气压的地方到高气压的地方 他被压缩了 被压缩了 被压缩他就放热 温度升高了吗 温度升高 比较多 比刚刚自己讲的硬素多很多 目前来讲 空气向上走 或向下走 会改变温度 都是因为空气压缩的关系 空气压缩的关系 会改变温度会更多 好 空气温度上升了 温度上升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温度上升 温度上升 就不会饱和了 对 饱和正气压是增加的 对不对 记得那个图 喔喔喔喔 想起来 这是饱和正气压 这是温度 同学 这是饱和正气压 是温度 你的温度本来在这里 你现在因为向下掉的温度 跑到这里来 饱和正气压是不是提升了 对 饱和正气压提升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变成这样 云就不见了 它原来是固态云或者是液态云 液态的水珠或固态的水的冰珠 它就气化了 气化了 就变成透明的空气 所以这部温度就不见了 OK 好 所以这都是相关的喔 你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128页 这边有个图喔 空气柱 空气柱 它在说什么 空气柱 空气及做可能 空气的体积 股怎么样 怎么样 你的空气的体积比较大 这空气的体积比较大 然后呢 空气的体积比较小 OK 就这样的 他在说这个事情 他们说 那为什么都是500褂 他说是500褂 吵 500褂 為什麼都是五百百趴 還是一千百趴 地面都是一千百趴 相同高度壓力變大一點 想一下同學 聽一下 剛剛姿姊說什麼 你要聽啊 現在是一千百趴 一千百趴 姿姊 你原諒他們的無知 不是無知 拜託他們再講一遍 仔細聽 來 你要不要上來畫個題 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你這樣說 等一下就換你上來講 來 上來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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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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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那個3D面做個那個筆套 用我 可不可以 不然之前每次寫一下就要離開一下這樣 可是你用筆套的話 你要把教室那個時候揭穿那個 那裡邊有錯 ok 有道理 那裡其實有水 哪裡 那裡沒有水 好想一下 想一下 陳佑 秉原說空間往那邊吹對不對 你怎麼講的 原剛說的 那這邊是冷空氣還是熱空氣 冷空氣 這是熱空氣 冷空氣 熱空氣 熱空氣 曬到太陽 可是這一塊比較熱的關係 他就是整個上層的空氣就變暖胖了 暖胖都變小 因為好像整個膨脹 從膨脹向上往上飄 往上擠 往上擠 你看 以這個高度來看的話 這個高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這個空氣擠出去了 簡單來說 這個空氣擠出去了 這個高度嘛 所以他也會往下流下 不是嗎 所以 在這個上方 熱空氣是會往這邊流動的 那這個往這邊流動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裝流動一樣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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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點來講 跟這個點來講 哪邊的壓力大 呃 左邊 左邊壓力大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他 五百塊又多了這點 這五百塊在這裡啊 他少了這些空氣啊 哦 對不對 少了這些空氣 所以他相對這樣 他把這個加上來 才有 這邊才一千百塊 他少了這些空氣之後 他有一千百塊 沒有了 他就流到這邊來了 那流到這邊來的話 這邊才一千百塊 他多了這一塊之後 很超過 可能一千一或一千五十 對不對 所以在這一點的話 他壓力變大 這一點壓力變小 所以就地面的話 空氣怎麼出來 從左到右 從左到右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也是一個自然的循環 不是嗎 我這邊空氣 熱 往上爬 這邊往上爬 誰來比 一定是冷空氣 對 對不對 他這往上爬 不會一直爬到五層進啊 他爬到高度的地方之後 他就會移過去了 因為他變高的 他變高出 比旁邊高的 他就在那邊流過去了 所以第二個主在解釋這個事情 但是他用等壓線的方式來解釋 是不同方式解釋 你可以看一下 OK 好 接下來我們看 一二九夜 季節的變化 是季風 季風 昨天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有個同學 欸 秀儀你看我們這個方向 哪個方向 我說幹嘛 這個方向是朝北還是朝南 他說這個方向我們 第三個是朝西 他說那這樣子的話 剛好洞北季風從後面吹過來 這個方向會快一點 這樣講的道理 對 對 有沒有道理 對 有的時候有東北季風 剛好有東北季風嗎 這個季節有沒有東北季風 那有的時候 是方跟寶座剛好有嗎 對 這個季節可能有東北季風 但是事實上 那個比較大區域的風 他是對大區域的影響 但是在我們小區域的時候 旁邊也有山的時候 實際上風不見得快 那是要東北方向出過來 這叫做地形的影響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有地形 所以風吹過來 你們會被傷膽住 所以他們可能會順著 散熱方向移動 所以這不見得是這樣子 這邊討論的是 季節的變化 季風 你看季風 為什麼會有季風區啊 季風為什麼有季風的感覺 為什麼 溫度的感覺 溫度為什麼會感覺 因為地球 緊急23.5度 OK 非常好 其實地球緊急23.5度的時候 你看 我們講季節的變化 他會改變 好 太陽 從這邊過來 看 應該小水瓶 水瓶過來 看從這邊水瓶過來 對 我剛剛那個 我的力量 在這裡 這裡 對 剛剛看大腸在往 他知道 用力要收起來 好 太陽從這邊過來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北半球什麼季節 夏天 北半球夏天對不對 懂不懂飲 北半球哪裡 北半球夏天 哪裏 北半球夏天 哪裏 北半球夏天同不容易 那北半球冬天之後 應該怎樣 從左邊到 對 地球要到太陽 到太陽 到另外一邊 從高到太陽 所以太陽在這邊 太陽直撐哪邊 在南半球 在南半球 對不對 那秋天呢 我就知道 所以是在這邊 還在這邊 都可以 不是啦 不能都可以 地球滯長哪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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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還是這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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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邊是 冬天的話 那到這邊還是什麼 太陽天 春天嘛 到這邊是夏天對不對 到這邊是秋天 春天 冬天 春天 所以你看 從冬天到春天的時候 太陽從直射南半球 移到直射赤道 暖空氣往哪邊移動 往上面移動 對不對 再移到這邊的時候 暖空氣往哪邊移動 再往上 再往上 對不對 那移到這邊的時候 往下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漲的空氣層 是一直在上下移動 做擺盪 擺盪 所以它隨機結做變化 所以季節變化的時候 但我 暖空氣往上移動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暖空氣在這邊嘛 照過太陽 所以這邊是暖空氣 雖然暖空氣壓力比較小 所以風會從哪邊吹 從周圍 但是北邊比較暖 哪邊比較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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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空氣從哪邊吹過來 從上往下 從哪邊吹上來 為什麼 為什麼 下面是冷空氣 是低氣壓 沒事 還是高氣壓 冷空氣高氣壓 對不對 如果從高一點的地方看的話 從高一點的地方看什麼意思 你不能站在這邊看啊 不是 從比較離地表 遠一點的地方看的話 應該就是從北半球往北半球去 對啊 但是我們講說地表風 我們感受是地 你不會管 高風2000公尺風怎麼吹 關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太陽照到北半球 所以北半球偏熱 所以北半球偏熱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部分在這裡 對 地表偏熱 空氣怎麼吹 這個方向空氣不過來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北半球是夏天的情況之下 哪邊是冷空 所以南半球是冷空 所以空氣比較不會從南邊打上來 南邊流上來 所以通常夏天我們都吹什麼空 記不記得 西南風 對不對 是這樣子 為什麼西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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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還有一個行星風氣的關係 地球在旋轉 這是勢力 地球在旋轉 對不對 地球在旋轉的時候呢 地球在旋轉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 我們 地球在旋轉 所以 以這個風氣 它是斜的 它不會是平行的 是斜的 好是斜 所以我們在旋轉的時候呢 我們南邊風吹上來 再加這個風向 再吹西南風 那到冬天的時候呢 冬天這風怎麼吹 南風吹 向下吹嘛 向下吹對不對 是往 要偏往南方下吹 對 那再加上晴晴空氣的關係 你看 這邊的空氣 是往這邊旋轉 所以這邊空氣往這邊旋轉 是逆方向旋轉 所以它會變東北風 好 我在講 我們在講晴晴空氣 就是這樣 地球由西向東轉 風怎麼吹 是不是知道兩邊的風都是這邊吹 是不是 那再往上一點怎麼吹 往上一點是這樣吹 對不對 再往上一點是這樣吹 對不對 這個就形成了南極的那個漩渦嘛 它有一個漩渦 極力漩渦圈 這邊是北極的漩渦 那這邊呢 是我們 附熱帶的地方的風向 可是它吹都會平行嗎 不會 不會平行 這邊是熱風對不對 對 熱風是不是向上 所以冷風是不是向下吹 冷風向上吹 所以這邊風子往這邊吹 冷風是不是這樣吹 那這邊這樣吹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 逆方向吹 2 對 對 所以第一方向是這樣吹 這樣吹 你要補進去 補進去它變成循環 就變成這個循環 一個漩渦 我這樣畫的方向是 它風吹過來 那增加它往東邊的關係 所以它會變成有點東北風的概念 然後它會吹過來之後 它會吹過來 然後這邊是不是沒有風 沒有風 上面就補下去 所以是向下吹的風 會有這個方向 這是行星風氣 所以你看到冬天的時候 太陽直升南半球 所以風往北邊往下吹 那這樣行星風氣的影響 所以它變成往這邊吹 它吹動的風 要再想一想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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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季風的影響 所以這是季風的影響 季風的影響 它這邊講一個什麼 第130也講的什麼 三包環流 什麼叫三包環流 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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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環流 這是什麼東西 這邊沒有寫很清楚 這個媽媽 你各位可以查一下好不好 查一下 我們下禮拜討論 三立紅包 可以嗎 當成作業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小智生 好不好 小智生 好 好 好 第一題 請問大氣環流對整個地球系統的影響是什麼 大氣環流 熱流的傳送 跟調節 好 那我請問一下 阻擋宇宙射線對生物的傷害是什麼 錯氧 錯氧 OK 造成世紀氣候變化主要是什麼 地球的氣候 地球氣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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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超級幾 喔 那個 海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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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溫源回覆到海洋 是什麼東西來決定它的方向 海洋那個那個嗎 有空空正 對 怎麼決定啊 靠什麼決定 靠空 靠空 他們的物理因素 地 地 物理因素 你剛講說是物理因素 你剛講是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 蜜 蜜 蜜沒有錯 蜜沒有錯 蜜 什麼蜜 為什麼有蜜的感覺 蜜的運動 其實跟風很像 它是會改變靠什麼 磁力 我們剛剛講到磁力嗎 我不知道 我們剛剛講到磁力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風什麼流動靠地 溫度 風的流動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主要是靠壓力吧 對 那在液體的壓力跟什麼有關 跟深淺 還有人 還有溫度 什麼 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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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蜜度 同學是蜜度 溫鹽的話是蜜度 其實溫度會改變蜜度 還有東西會改變蜜度是什麼 為什麼叫溫鹽蜜 還有東西會改變蜜度是什麼 鹽分 鹽分會改變水的蜜度 那請問一下 蜜度高的 往來邊流 這個 蜜度 是擴散 蜜度高 蜜度高 蜜度是擴散 對 它會流中 是不是 對 假設這個 這個海面上 蒸發很快 它這個 鹽分的比例變高 蜜度變大 蜜度變大 蜜度變大怎麼樣 蜜度變大 蜜度變大 壓力就會變大 壓力就變大 然後它就 它就往下沉 其實也不然壓力變大 它就是變重 蜜度變大 蜜度變大 它就會向下沉 對不對 它整個水就向下沉 OK 好 下一節 如果這邊下雨下了很多 下了很多 水被稀釋了 蜜度變小了 那水裡面的 它就往上浮 它就往上浮 那如果溫度變高了呢 溫度變低了 你用它流流流流流 流到北極圈這邊 它流到北極附近 水的溫度變高了 變低了 變低密度就變高 密度就變高 變高 它就會沉下去 它就往下沉 它到吃到這邊上太陽 溫度變高了 密度變小 它就浮上來 水就會這樣流動 所以溫炎環球是在整個 整個海靈它繩 三滴的方式流動 好 OK 第二題 第二題 有關亞洲激風的敘述和合得正確 夏季激風陣型 通常海上為高壓區 高壓區 亞洲大陸為低壓區 對不對 錯 那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會 養個A 所以我就不是A 那不然怎麼樣 怎麼樣 那不然怎麼樣 要怎樣接管 我也走 夏季激風陣型 海上為高壓區 對不對 不一定 好 我們剛剛不到陸風跟海風的關係 夏天的時候 哪邊晒太陽 都兩邊都晒太陽對不對 哪邊溫度比較高 陸地 所以誰的壓力比較大 海上 那這樣怎麼說錯 有沒有說錯 有沒有說錯 應該沒錯 應該沒錯吧 對不對 你看喔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颱風吹來了 看颱風從哪邊吹 你看颱風從我們 海上吹到 從右下角 通常從沿著吃到吹到 吹到這邊 吹到這邊 吹到大陸方向 如果大陸方向是高壓 風會怎麼吹 會從中吹過去 對不對 海上是高壓區 所以風都會吹過來 都會往陸地上吹 是不是這樣子 海上是高壓 陸地是低壓 夏天的時候 因為太陽 直射北半球 直射北半球 所以它同樣接受 你看海這麼大一片 陸地這麼大一片 它同樣接受溫度 接受陽光照射 平均來講的話 雖然有白天晚上 白天晚上 平均來講的話 海上的溫度 是底度地上的溫度 低還高 低 低為什麼 因為它鼻勒比較大 鼻勒比較大 誰用鼻勒比較低嗎 我會撕著鼻勒 好 為什麼海上的溫度比較高 還是比較低 低熱 低熱怎麼樣 高 所以海上的溫度比較 高 低 比較低 我會撕著鼻勒 比較大 所以溫度低 溫度低 溫度低 溫度高 溫度低 溫度高 哪會變得壓力大 溫度高 溫度低 溫度低 為什麼溫度低 壓力大 因為溫度低 溫度大 所以壓力大 OK 這樣問題 所以S3N對不對 A3N是對的 B呢 冬季季風主要從海上 吹向亞洲大陸 相反 C 季風持續的時間 叫海陸風短暫 對不對 更長 季風是整個季節的影響 海陸風指的是 白天晚上的影響 是不是 是 誰要低呢 季風還該的範圍 叫海陸風小 對不對 海陸風影響的範圍在哪裡 海岸交界處 是吧 那季風影響範圍呢 怎麼 季風影響範圍 全部 全部什麼意思 地球 地球 好地球 影響範圍在很大 它大概6 它可能是這一區 主要是中間那一區 主要是中間那一區 好 這樣中題 沒有 好我們看第三題 大尺度的天氣系統 影響不大時 海陸風台灣常見的局部環流現象 下列有關 台灣海陸風環流敘述 哪兩項是正義 兩項 欸 陸風通常比海風強 對不對 這樣看嗎 對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海風還包括海風 對 對 台風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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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 台灣陸風也很小 所以陸風也搭不到哪裡去了 看起來 那你問他不會搭那個 對啊 好吧 A一定有了 沒事了 A錯了 A 陸風比海風強 對 海風比陸風強 對 海風比陸風強 對 對 那我們覺得海風或陸風哪個強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什麼 溫差 其實主要是壓力 風的大小都是跟壓力的關係 對 主要是壓力的關係 主要是壓力的關係 好那我們就想說 到底 所以 以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局部來幹的時候 局部換我問一下 溫差會變得很大嗎 等一下 你在哪一個南國溫差 白天的溫差 主要來自於比熱關係 晚上的溫差主要來自什麼 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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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兩個都一樣大嗎 不會啊 誰比較大 膚色 為什麼膚色比較大 二學一啊 不是啦 對啊 膚色比較大 為什麼膚色比較大 那個叫什麼 受熱 不是一整天都會受到熱 不是一整天都受到熱 當然你膚色之後有一點熱 就會有熱 那就會善失了 但是 太陽又不一整天之後 可能有雲擋住啊 一下下啊 就會 膚色 就是晚上吹海風對不對 因為陸地比較冷 晚上吹 晚上吹陸風 因為陸地比較冷對不對 陸地比較冷 吹陸風 那我們看蘋果是 海風比較大 也就 白天的時候是 兩度的上升 一個上升比較快 一個上升比較慢 所以吹海風對不對 晚上的時候 陸地的輻射跟海上的輻射 聲音比較快 陸地的輻射快了很多 那就吹陸風很大 如果陸地的輻射跟海上的輻射差不多 那就吹陸 可能就沒有吹什麼風 風不是很大 那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是 看機會看狀況 因為不一定 這影響很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海上的霧大一點 你的輻射小一點 我覺得這不是很決定 不是很絕對的 那陸風通常在傍晚時 達到對象對不對 對 陸風應該在什麼時候對象 晚上 快要早上 對 溫差最大的時候 溫差最大的時候 可能是在 對 對 我覺得應該是凌晨清晨那時候 對 你剛到傍晚的時候 才剛開始怎麼樣輻射 應該不是 颱風吹得到的地方 一般相對的濕度會增加 對不對 對 颱風吹進來的地方 濕度會增加 因為帶著颱風 所以想到颱風 大約發生在午後的時段對不對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太陽最大 因為午後 最後一個不對 海風的風向 並不是從高壓最大地方 而是大約平衡於等壓線 不是 那是怎麼樣 大約平衡地壓 不管怎樣 都從高壓到低壓 海風或陸風 都是從高壓到低壓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平衡於等壓線 所以就是吸吸 只有A的部分 不要有真音 A的部分要再想一下 好 謝謝 謝謝